外头的新建案几乎都能看到 像这样窗户上头的雨遮 虽然有功能性也充满设计感 不过就有专家说买了就是笨蛋 房产专家Sway在脸书发文说 低单价低公社或许吸引目光 但只要碰上高雨遮一切都破功 随便一算就超过三平 那你超过三平的 假设一平一百万的话 一平一百万就是三百万 所以你说讲说 明明是鸟在停的地方 怎么会一部宾式轿车 摆在那个地方 原因就出在放在外头的雨遮 不能走出去 功能就只有挡雨 价格却跟室内一样 Sway直言会买这种大虚平的房子 根本就是笨蛋 不骗你要骗谁 雨遮来讲其实也有它的功能 就是说你下雨 现在是小雨没关系 下大雨如果在刮风 台风天的时候 真的在那个窗户的地方 水会渗进来 它有功用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蛮需要 这样应该不算是笨蛋吧 我觉得蛮实用的听起来 不过从2018年起 无论预售屋新陈屋的屋檐 雨遮一律不计评 不计价 但Sway认为羊猫出在羊身上 把雨遮的钱拆到主建屋内 每瓶单价还是贵 不得不让利 因为你卖不掉 你有资金压力 所以当然 我今天是买方市场 所以我当然很计较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进打细算 所以现在是转价不出去 雨遮虽然平时用不着 但确实有功用 专家提醒 若是绕了一整圈的雨遮 或许就得小心 东森产线 邀请两立 台北参观报道